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了 市纪委已经把人带回去了 这可不光是我们胡家的事 您赶快想想办法 市纪委 你赶快想办法 你赶快想办法 郑书记 您看这事情 查 有认认真正的查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还魏长生同志一个清白 如果有问题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魏书记 魏书记 您怎么了 小周啊 这个关于我 你听到过什么议论吗 没有 没听到什么议论 小周 你是我从镇南县带过来的 你说 我对你怎么样 我是魏书记一手提拔起来的 您对我 那是没得说啊 这就好 这就好啊 这是给省委 黄书记的汇报材料 您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就放在这儿吧 好 喂 我是魏藤生啊 郑书记啊 郑书记 黄书记什么时候到啊 我还敢让人家来吗 我告诉你 市纪委的检查小组 已经去你们县了 你配合一下 把问题搞清楚 郑书记 你听我说 好了好了 你现在什么也不要对我说了 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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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郑书记 坐吧 秘书林 你不简单呢 郑书记 我 魏藏生受贿藏得很深 愣是让你给挖出来 郑书记 发现魏藏生的问题实属偶然 是公安局的同志先发现了问题 他们向陈淑恩做了汇报 陈淑恩又告诉了我 过程就不要说了 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我和魏藏生工作上虽然有分歧 但是还没恶劣到 想让自己的同志再跟头 一开始我也有遇过 想把这件事压下来 可是 如果那样的话 我没法向下面的同志交代 也没法向党交代 如果我把这件事压下来 我不知道日后 还怎么取心于民 好 大家都知道 魏藏生以前做过我的秘书 这件事发生以后 我很痛心 原来我对他希望很大 没想到 秘书林 我想 你不会像他一样 让我也失望 郑书记放心 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 秘书林 如果让你当县委书记 你会怎么做 鞠躬尽瘁 你真会现炒现卖 别看米县长平时一点不张扬 看他心里比谁都有数 没错 米县长这回 可这个是年县办的件大好事 那不好 米县长这次就得提了 他不当县委书记 谁能当 说得是 你看人家又年轻 又有能力 我还没听说过米县长 有什么检工祭司的事呢 对啊 我觉得这次啊 米县长真的是 喂 我受市委常委会的委托 跟你谈话 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在魏昌生受审期间 你负责申天县的县委工作 郑书记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直接找我 没什么想法 我就是觉得 担子重 怕担不起来啊 米县长 你的工作能力 我们是相信的 至于申天县的班子 怎么调整 市委会全盘考虑的 你先把工作抓起来 不要给我太多的顾虑 我明白 好 你记住 首先要保持稳定 稳定是第一位 有本事的出成绩 没本事的不要出事 不出事也是成绩 我先告你 我先告你 你先告你 不要出事 我先告你 不过 我先告你 你现在发现他受惠 往事里一汇报 怎么样 这个就叫政治斗争 你胡说 让你这么说 没有是非黑白了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你呀 甭在这儿玩身尘 其实就这么回事 想晚上生了 就得动脑筋 跟人家学着点 陈叔姐 怎么了 生病了 那你吃的 药 什么药 软化血管 降血脂 陈叔姐 您坐 不了不了 陈叔姐 您要注意身体 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到了这个岁数 零件慢慢都要开始出问题了 怎么没看到 米县长 出去了 太大早 去市里了 没事没事 只要你能顺顺当当的 提成为县委书记 你就是咱们市 最年轻的县委书记 说链 前程远大 行了 老兄 你呀 还是来点实实在在的 来 你跟我说说 你说我下一步工作 该注意些什么 实实在在的 主要有三条 那三条 第一 是别出事 第二 还是别出事 第三 是千万别出事 这不是一条吗 是啊 只要你稳稳当当地别出事 这就叫平稳过度 对 今天 郑书记也是说别出事 是啊 现在的领导干部 就怕出事了 你辛辛苦苦地干了半天 死上一个人 或有人 到省里去上罚 这一切就吹了 这就白干了 这就白干了 现在不是有一句话 叫出成绩 不如别出事 不如别出事 这是第六号 哎 昨天刚把他司机带走 今儿又带走他 真够快的 这玩意跟刨红虎的 一刨就窝 哎 下一个还不知道轮到谁呢 你俩回来吧 好好好 哎呦 老米啊 哎呀 大快人心哪 啊 来来来来 这个反腐败啊 就是应该搞得彻底一点 这就像种庄稼 杂草除尽 庄稼才能长得好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案子 应该到此为止吧 啊 按说 现在也抓得差不多了 可是这拔出萝卜 还要带出泥 恐怕还完不了啊 自从韦苍生被带走之后 一连又抓了六个科举级干部 现在县里人心惶惶 人们都在议论 下一个该论到谁了 我还发现 人们的情绪很不稳定 这可不是个好势头啊 哎 老米啊 那你的意思是 现在的大局是稳定人心 人心不能散哪 没错 我同意你的看法 在这非常时期 人心要是稳不住的话 我们的工作就更不好做了 是啊 哎老陈 我想召开一次常委会 把话跟大家说清楚 打消干部们的顾虑 你看怎么样 行啊 我没意见 哎呀 老米啊 以后啊 你就放心大大的干吧 我支持你 这位苍生一岛 咱们家在县里的关系 几乎都没有了 这有啥呀 谁上去谁下来 对咱们家 对咱不都是一样吗 这咋能一样啊 哦 据说市里已经做出决定了 让米叔刘接任县委书记 你说这以后还咋弄啊 你别老哭散个脸行不行 啊 事到如今 只好从头再来 哪那么简单啊 我琢磨着啊 米叔上来呢 对咱们家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他上来对咱家 还能有好处啊 你想想啊 魏长城呢 原来要搞文化广场 米叔上来呢 肯定要把这项目废掉 上他的那个农机配件市场 他的农机配件市场 对咱们家有什么好处啊 怎么都抬不起头了呀 跟双打了似的 不就是带走了几个人吗 我们这么大个县 这几个人 才能占百分之多少啊 个别干部出了问题 不能否定我们的工作成绩吗 我知道 有些人 是怕火烧到自己身上 其实怕是没有用的 我相信 再做的咱们都不怕吧 魏长城倒了 申天县委还在 县常委会还在 我们的工作一天都不能停顿 而且我们今后的工作 只能比过去做的更好 不能比过去长 我同意秘密县长说的 越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越是要对工作认真负责 这是考验我们干部的时候啊 也是检验我们干部素质的时候 今天还有一件事需要讨论 那就是关于恢复认为过同志 县公安局局长职务的事 大家有什么意见 如果大家没有异议 那咱们就怎么决定 从即日起 恢复任为过同志县公安局局长的职务 郁大呀 这个农机配件市场 它要建成的话呢 这可是米苏人的重要业绩 你要想尽一件办法 把这个工程拿下来 让米苏看看咱们胡家的实力 爹 可是农机配件市场的投入 比那个文化广场差远 总不能一点不吃亏吧 这个是咱们胡家 重新漏来的好机会 只要把这农机配件市场一完成 咱胡家又会东山再起 明白了 话又说回来了 在工程再小 也不能一点钱也赚不着 这名利双收的事 不干才是傻瓜呢 干好了 是给米苏人脸上贴金呢 你现在这么早来了 你不是来的离我还早吗 啊 米先生这一刚打过了 您小心点 哦 是你打的吗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去给你打水啊 不用了 放那儿吧 还有什么事吗 你现在 我想问问 关于我的工作 哦 这个事儿 我已经和陈书记商量过了 你还留在办公室 远之不动 不要有什么护理 要安心工作啊 谢谢 谢谢领导的信任 小周啊 你还年轻 不要啊 在小事情上想的太多 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不要在人际关系上 老大转转嘛 没事儿 忙你的去吧 哎呀 爹 这副厢长 我不想干了 没意思 也吃不上 喝不上 也玩不上 不干你去干什么 到县城 跟我大哥做生意啊 胡闹 你怎么冒出这个想法 魏藏生这一出事儿 原来说好 替我当乡党委书记的事儿 肯定慌了 那我还干着干啥 还不如留点力气 做生意去 这一看你就不懂 什么叫做生意啊 做生意做什么呢 做生意做的是关系 做的是权势 你的官当得越大 咱俩的生意 就做得越好 不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 那眼看着没希望的事儿 我还扛着这个破副厢长干啥啊 不谁说没希望了 不谁说没希望了 啊 魏藏生倒了 咱就没希望了 啊 这是政治 咱们不能认输 不认输又咋整啊 那 米苏林能提拔我啊 米苏林不过是个县委书记 他敢不认设备书记的 他敢不认省委书记的 嗯 请进 米县长 书书啊 有事儿吗 米县长 我想调离办公室的工作 这是我的请调报告 你要调 你要求调到靠山下 对 我想到基层去工作 说试看 米县长 我早就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了 其实县委谁都知道 我是魏昌生一手调过来的 又给他当过秘书 我现在办公室副主任这个职务 也是他亲手提拔的 自从魏昌生出事以后 我一直觉得很别扭 总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 这些天我想了很多 与其在县委混日子 还不如到基层去干点实事 小周啊 你能有这样的想法 我很高兴啊 你过去在机关的工作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至于 被苍生犯了错误 那是他个人的事跟你没有关系 只要你能摆正位置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我还是希望你能做出成绩来的 至于你提出要调动的事 等我和陈书记商量完了 咱们再说 你县着 您就让我去吧 我是憋足了劲 想干出点成绩 我不能 总让人指着脊梁骨过日子 小周你说 你为什么选择到靠山香 靠山香是咱们县里贫困地区 一直拖着县里财政收入的后腿 如果我能在那干出成绩 也许还有抬头的机会 所以我 那咱们就这样 你的关系先暂时留在县委 你先去靠山香 彻底调查一下于家村生产烟花炮烛的情况 如果有问题 立即停止生产 好 谢谢 谢谢县长 我这就去 好 忙你的去吧 周主任 咱们去考山香吗 不 咱们去一家车 好 村长 晚上还加班啊 加班加班 哎呀 看这活咋样 嗯 挺好 哎呀 这两天啊 风声刚刚过去啊 县里出事了 顾不上咱了 咱呢 正好加班加点 把咱过去损失的时间把它给堵回来 我腰手不行了 你看你看咋干了两天活就说这话呢 是 这两天咱活多 活多咱钱还多不是 我给你出个方子 你回家呀 把那个钱往这腰上一贴 肯定不疼了 好 大伙听着啊 这个今儿晚上呢 谁也别回家吃了 咱们集体开火 吃饱喝足了以后 咱们加夜班干 龚老板哪 哎呀 你就别催我了 我们这加班加点的给你赶了嘛 你放心 误不了你的工期 质量质量也错不了 放心吧 好 再见再见 大伙干着 我去看看咱的饭 慢点 这碗头好 你做菜啊 是啊 这个菜里啊 我放点肉 让大伙吃饱吃好啊 市长你放心吧 我把半头肚子放里了 嘿嘿嘿 把它也切里头啊 别舍不得 大伙吃饱了好干活啊 行 哎 我说老娘 来来来来 这馒头出锅啊 老婆 哎 闺女 把这大萝卜都洗了 哦 给人 哎 哎 来 老明啊 开始吧 好 我们今天开会的主要内容 有两个方面 这第一呢 是要认真研究一下 我们县金明两年的经济发展方略 这第二呢 是讨论一下 基层挡建工作 和乡镇领导班子的调整 现在就请米县长给我们讲一下他对金明两年经济发展的设想 我看其他的工作我们可以先放一放 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及时纠正前一段工作中的失误 关于文化广场工程 我的意见 尽快下马 理由很简单 以我们县目前的状况不易搞这种面子工程 我同意文化广场项目缓上 不过要是彻底推翻的话 恐怕也不太合适吧 主要是一些方面的关系不好交代啊 有什么不好交代的 该解释的我去跟人家解释 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 反正我们是为了申田县的发展嘛 那我看就这么定了吧 好 其他同志还有没有意见 大嫂 咱们这儿是瑜伽村吧 是啊 你这干什么的 我县尾的 县尾的 到我们村干嘛来了 做做调查研究 大嫂 咱们这儿做烟花爆竹的多不多 原来挺多的 前阵子都停了 谁还敢做啊 真的 那可是 骗你干嘛 那不是拿命换钱吗 可我怎么听说 咱们这儿做烟花爆竹挺厉害的 那都是别人瞎说的 听那 那都是瞎说的 来 咱们进去看看 好 你不是搞调查吗 你这么进去啊 什么都看不见 你跟我来 在那边后山腰上 有个生产车间 那 大嫂 麻烦您 带我去一下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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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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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来谈吧 好 李县长 我听说你已经决定提论文化广场的建设项目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不过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 是县常委会集体研究决定的 我不管你们是谁的决定 我跟申田县是有合同的 你们作为一级政府 怎么可以单方面违约呢 我们现在情况连沈总是比较了解的 这么个穷县建文化广场有什么用啊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让农民吃饱肚子 我们总不能泪紧裤腰带 去文化广场参天说地 您说是不是 喂 谁啊 师弟 我吴建民 你怎么这么晚天才接电话 吴书记 昨晚加班睡得太晚了 我告诉你啊 别管过了加班 特别要注意安全 您放心吧 出不了事 吴书记 我给您打听个事 听说魏苍生让世纪委的人给抓起来了 有这事吗 你小子详细的挺灵通啊 我还听说 魏苍生抓走的时候 咱县里很多人放冰炮啊 我跟你说那炮裤可就是咱村生产的 咱村也算为这反腐败做了贡献呢 做贡献没人表扬你 出了事我告诉你啊 可有人找你啊 您放心出不了事 您想想 这是多好的一个时机啊 他们那县里的人啊 都忙得独自个儿哭了 谁还管咱这小村做不做炮装啊 石头 我告诉你啊 现在是米县长主持工作 米县长对咱们乡里生产烟花爆竹啊 这个事非常重视 我还听说 他最近要派干部 到咱们乡里来蹲点 一旦这干部直接到你们村里去了 那你可得做好精神准备啊 千万不能马虎大意 不能出事 听懂了吗 您放心 没事 我跟您说啊 我早就派人在我们村口值班了 只要一有情况 消息数就倒了 您放心出不了事 大嫂 怎么还没到啊 快了快了 翻过这道梁子就是了 他们要不是把厂建在山沟里 工价的人来了就给拆了 哦 原来这样 你快走啊 快走 你别回头啊 别回头 你干嘛呀 我撒老尿了 县长大人 你要知道 单方面违约 是要赔偿经济损失的 是啊 这我知道 所以 我才希望沈总 能够体谅我们的难处 不要在 这个问题上 做什么文章嘛 林县长 您要注意说话的措辞 你是违约方 可你还在警告威胁 都不是 我是在请求 你沈总 见多识广 不会看不出 这个文化广场 是个标准的面子工程 这样的项目一旦上马 必将给农民增加负担 现在 从中央到地方 都在为农民减负 我秘书林 总不能逆流而上吧 我要是坚持追究 你们的美约责任呢 我们沈天仙 是你沈总的后房基地 你不会不帮这个忙的 再说 以后 我们还有其他的项目嘛 文化广场这个工程 是魏苍生在人手抓的 现在 魏苍生是个什么情况 你沈总不是不知道 纠缠到这种麻烦事情里 对你沈总 也没什么好处吧 林县长 我只想问你一句 你反对文化广场这个项目 是出于工心呢 还是出于 雨薇苍生的权力之争 我们讲究的是实事求是 老百姓要的 也是说真话 说实话 我米苏林 可以拍胸图书 我是出于工心 不信 你可以去做一个民意测验 不管是干部 还是群众 如果有超出两成的人 同意上文化广场这个项目 那我就批嘛 我希望你不是以民意做借口 而是真心希望老百姓过好日子 只要我米苏林还在任 你可以看到我的所作所为 村长 村长 啥事那么集体活活的 有情况 啥情况 有俩人 那坐着小车到咱们村了 小车 现在到哪 到大村口了 这不是好事吗 那你得搞清楚 他是县里的干部啊 还是来咱这买炮装的呀 他说是县里的干部啊 还给我打听做炮装的事呢 这会儿啊 我给骨子要摔上去了 这不是我没敢耽误着 就给您报信来了吗 坏了坏了 坏了 沈丽红走了啊 这女人挺难缠的啊 开会的时候我是不好多说呀 你可千万别小瞧了这个沈丽红 他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啊 听说他出过国还是个经济学博士 在咱们市里 是个大名鼎鼎的私营企业家啊 是啊 看着派头就不小啊 这还在其次啊 他不仅有经济实力 而且相当有背景啊 什么背景啊 具体是什么背景 我也说不清的 不过魏苍生 当初把文化广场的工程交给他 那可是省里的一位领导说了话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要不魏苍生 怎么会对沈丽红那么客气呢 老米啊 对这种熟烟通天的人物 你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千万别惹他 我还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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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